好,我們現在積極開會,我們現在請高宏安委員 謝謝主席,有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高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今天看到的這個屏東的我們講說這個超商店員遭精神病患攻擊的事件呢 其實他在線上社群上面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那我想您應該也發現說其實有很多的一些民間的捐款他們自發性的來協助這些我們講說受害的家屬來做協助 但是其實在PTT上面八卦版看到了1300多則這樣的討論出來 其實裡面有一些是我們講說國人其實不太樂見到政府的一些消極行為 那也引發了一些相關的一些討論我想在這邊跟部長請教一下 像比如說這一次其實大家討論就是說因為這一次是家屬直接接受網友的捐贈 然後呢他未來可能會需要繳納相關的所得稅收 那以及說屏東他們就是縣政府如果說他是真的有用社會救助金的方式的話 其實家屬他們就不會有這個稅收的問題 所以後面會衍生就是說家屬這一次他收到這麼大額的善款之後 他可能就會採用的方式不一樣他後面的稅付會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像前請教部長一下因為有一些人去問了屏東縣政府 他們就說公益券目的條例裡面他有特別寫到是說這個各級政府只有遇到 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是公開券目 但是我們網友在討論的是說如果說你可以去用專款專戶的方式 用社會救助金專戶來協助他們那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剛剛我講的問題 不知道部長對這個事件的理解您覺得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大概就是說以公益券目條例大概來執行這個事情 可能他跟本意是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政府只能夠被動的或者是公益重大傷害這一類 那至於怎麼樣讓這個受害者他的捐款能夠就是說在稅上面能夠得到一些減免 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我們可以來研究 我也可以跟台政部來請教 所以如果是像社會救助金專戶的部分 其實是不是可以更主動積極說 比如說家屬他可能有這個受捐款的需求 那我們由這個平中縣政府地方政府去設社會救助金的專戶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掉剛剛我們講的問題 我們可以來研究 不過一般這個在以前都是在急難救助 那屬於這個低收中低的這一部分來做的 社會救助可能他有講到的是說發揮的一些救助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也包含說他可能有一些民眾的一些災害或什麼的 也有這個功能啦 所以沒有我只是想釐清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變成是大家好像有一部分人甚至還批判說 是我們的衛福部沒有主動去協助 或者是平中縣政府沒有主動協助 那我覺得這個討論還蠻熱烈的 所以想在這邊請教部長就是說 您是不是覺得說平中縣政府也許他也應該要主動一點 讓社會救助金的專戶可以去發揮他的功用 我們來研議 這個我覺得是透過這一次的事件 他引發了很大的社會關注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去討論一下是 未來也許這個社會救助金的這個母法 他是不是可以再有更有彈性一點 那這樣的話才有辦法去協助到這些家屬 他們能夠得到他們應有的這樣子的一個捐贈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當然就是今天特別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事前預防的部分 在精神衛生醫療這一塊的話 想先請教一下衛福部還有警政署 就是我們對於目前我國的精神病患 目前在掌握的狀況 因為我們首先 因為我剛剛看到其實衛福部的報告裡面寫到很多 包含像是社會上怎麼樣去設立這個中心啦 或者社區的關懷 但是現在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怎麼樣去掌握怎麼去找出這一些精神病患 他所在的這個狀況 所以不知道警政署或衛福部 是不是有設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可以去找出來這些 我們講說不想用黑術來講 就是說有一些可能潛藏在社區的這個衛爆彈 事實上我們這邊的資料 大部分是從醫療的 醫療的資料而來 大概有掌握了大概14萬人在手上 這樣那這些進行我們相關的關懷 移照他嚴重程度不等 做不懂程度的關懷 那整個在社區關懷這體系上面 在以往確實在人力不足 每一個人都要負責非常多的個案 所以只能很標潛的用電話等等的 那去做相關的關懷 那現在社案完有注意到這問題 所以現在開始我們要設立更多的 這樣的關懷的社工 希望能夠把這一塊能夠做得更好 好我希望這個關懷社工的這部分 因為我看到你們有講到說 比如說增加2000名人力或什麼 我覺得這個數字上可以再增加一些 因為我說真的這一次其實大重大事件之後 大家其實有一點覺得精神病患是什麼 大家其實有一些汙名化狀況又發生了 但是我覺得精神病患和他的家屬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這一次事件的一種受害者 因為他畢竟是生病 所以我覺得在這情況之下 其實衛福部對於這一次的關懷 我有看到一些具體的行動寫在報告裡面 但我覺得數量上可以再多一些增加 因為他的一些狀況可能遠比我們想像中的 要來的更複雜更多更廣 那最後一個小小問題就是 司法精神病房現在我們現在講說 就是我們未來會有4到6家 今年年底會有一家 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有沒有遇到一些比如說在設置上面 有一些零病效益的問題 因為我們設在這個醫院裡面 所以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目前是確定一家 另外一家也開始了 也開始在查 我們希望到年底能夠到兩家 或明年初能夠到兩家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希望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確實是一個跨部會的議題 所以這個警政署這邊 還有相關的一些部會 可能都需要來協助 我希望這個事情 可以在我們受到社會重大關注的時候 我們可以盡量把一些相關的法規跟執行面 上面我們不行的部分趕快把它補起來 謝謝部長 這一波我們是跟應該是說法務部密切的合作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高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洪森漢委員 這個請陳部長 我今天其實想針對還是幾個疫情的問題 來請教部長 不然我們這個65歲的長輩 目前看起來大概已經有七成以上 有打過疫苗了 六數一算有八成多 八成多了 八成多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 那但是確實我們過去會認為 其實第一劑當然效力就已經不錯了 可是其實現在面對Delta 其實也越來越多專家說 恐怕面對Delta其實要到第二劑 那他才會有能夠產生一定的這個保護力的存在 我們也看到很多像這樣子的專業的意見出來 那我說實話 我自己對於第二劑的施打 相比於第一劑 我有一些擔心 我擔心來自於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第一劑相對其他國家 其實我們給大家的選擇比較多 所以第二劑這個相對的組合 有的時候比較複雜 限制也比較多 那這些專業資訊的門檻 其實有的時候也比較高 所以有些人在想 能混打 能不能混打等等等 這事情其實就戳脫了好一些時間 這是第一個擔心 第二個擔心是我們還是看到 其實坊間上面 輿論上面還是有一些人 甚至還是有一些政治的力量 我覺得還是有在黑特定的一些疫苗 那這些狀況其實都增加了一些人 對疫苗的猶豫的這個狀況 我們其實關他 這是第二個擔心 那第三個狀況是 確實現在因為疫情相對比較和緩 所以很多人警戒心也會比較下降 那開始可能在想說 我要不要去承擔這麼多的副作用 這也會有 所以這是我覺得關於第二劑的問題 我自己相比第一劑 我有多的一些擔心 所以不然我這個 以下是我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過去認為這個打疫苗 這就是個人的選擇 所以你來做 議員登記 然後來預約 那你想來 你就來 你不來 也許就輪到後面去 我們過去大概是這樣的邏輯在進行 可是我 因為現在 接下來 冬天要來了 冬天要來了 其實坦白說 是比 夏天的時候風險要來的高 我自己是有點擔心 有一些長者 他不管因為前面一二三哪些原因 到現在 確實還是有人沒有打 但我知道沒有打很多 就是他自己 因為他挑疫苗 他可能聽了一些坊間的說法 他自己挑疫苗 所以他現在沒有打 那我們過去可能就是 你不打就輪給後面的人打 但是 確實這些相對比較高風險的長者 如果一直到了冬天都還沒有打 他自己的風險 其實也是整個社會的風險 那我們當然看到部長一直在媒體上 記者會上呼籲 大家趕快出來打 我看到這樣子 可是除了在媒體上的呼籲 我們有沒有更主動的辦法 可以把這些該打 而還未打的人 再掃一輪 再溝通一輪 請他們趕快出來打 因為真的冬天到 而且大家希望 到時候是已經打兩劑了 部長 對 我們現在在策略上 第一個先從第一劑 讓他普遍 大家都有 然後第二劑 再接著下來 希望時間能夠接的上來 那盡量還是用同廠牌的為優先 那現在我們這一段時間的策略是 BNT打第一劑 那其他的打第二劑 部長 這我都理解 這我都了解 但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我們以前就讓大家自己來院登記 對 然後來排 可是現在如果就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 他就是一直沒有打到 他的風險也是社會的風險 我們對於這些人 他的樣貌 他的特徵 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有沒有進一步的去了解 我們有沒有一些相關的機制 村里長等等的機制 再進一步的主動去接觸他 跟他談一談 跟他聊一聊 給他更多的資訊 希望他趕快出來打 不管他是打第一劑第二劑 都好 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機制 跟明確的計劃的做法 這是想問部長 我們的計劃就是先把現在 這個第二現在的做法 就是把想要打的人 先把它打滿來 然後接下來才會進行到委員 所講有一些游移的情況 那怎麼樣一些鼓勵的方式 或催促的方式 但是才採取自由意願的方式來進行 部長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強迫人家非得打不可啦 國際上我們沒有辦法強迫人家 非得打不可 可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國家 除了疫苗護照以外 也有一些鼓勵大家出來打的方式 對 我自己覺得現在可能已經時間到 衛福部應該要從這個角度 去思考端出一個一個具體的措施了 原因是因為 我們過去就照輪 你想打不想打 可是確實社會上 有些風險比較高 也許像我這個年紀還好 如果你沒打 什麼原因還好 可是有一些相對比較大 年紀比較高的長者 各種原因沒打 那他的風險比別人高 我覺得我們要因為這件事情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多做主動做一些什麼 不只是在媒體上面的呼籲 要拿出一些具體的計畫 部長 這部分可不可以衛福部也來 再努力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努力 好不好 我覺得是要主動的計畫 不只是呼籲了 那再來一個問題是 其實除了疫苗的覆蓋率 其實我也花了一點時間 在研究幾個國家 現在他防疫措施的部分 那我自己看到 先不比說大家的確診數 死亡數 我先不比這件事情 可是我也看到 有些不錯的這個做法 那我們其實回頭看 我其實在看 衛福部的報告裡面 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我特別注意關於 這疫情監測的部分 那我如果理解的沒錯的話 目前衛福部所定出來 疫情監測計畫主要 定期計畫主要大概在邊境 然後跟醫療院所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那還有一些有關於冷凍食品 還有冷凍食品 然後一些地下的污水 對 但是最主要的看起來 是邊境跟醫療院所的 這些人員的定期的監測 那如果回過頭看 其實我們在四五月 那時候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也在思考 當時如果 這個當然我們先不講 什麼三加十一 這個討論 其實我覺得意義不是那麼大 但是回過頭 如果我們當時的這些 娛樂性的場所 其實後來發現 它是疫情爆發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我們有一些 定期監測的機制 其實是在這些 相對比較容易群聚的地方 也許在當時 我們是可以再更快 我們大概四月多 看到有一些 疫情的零星的跡象 五月五月底 開始比較大的爆發 也許我們有機會 可以在前段一點的時間 終止出來阻斷 一些可能的這些傳染跟感染 所以我這時候是想問部長 是說我們有沒有把 除了現在我們當然是說 這些檢測 他可能是潛在的接觸者 我們會要他出來檢測 可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 定期監測的概念 運用在更多 除了邊境跟醫療院所以外的地方 尤其是群聚 比較可能發生的這些 這些場所 那這有沒有可能 我們來設計 這樣子的機制 甚至是我們國家提供更多的 主動的公費的資源 來協助把大家的這個檢測 跟監測的部分能量給做好 我們這主要是在社區的一個定點的篩檢 是 另外一個是在醫院 在住院的時候的一個篩檢 因為那時候想說 大家都有可能生病 所以在入院前的這樣的一個篩檢 也可以廣泛看到就是說有一些病人 那另外在每個地方有一個定點的採檢站 也可以及早發現病人 那對於要更廣泛的來做 我們可以再討論 目前我們定的方式是 你一定會看病嘛 大部分的普遍大家都會看 那從那裡的定期採檢 可以看得出一些端米來 部長我有幾個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陸陸續續 會開始把一些NPI的措施慢慢的放鬆 我們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會繼續做 我自己是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也在我們這NPI措施 陸陸續續放鬆的時候 其實可以在這時候 順便把這定期監測的機制給建立起來 你某些場所 如果要放寬你的這些防疫管制的措施 那你相關的這些重要的人員 或定期的人員 就要有定期的這個檢測 定期的監測跟登陸的機制 那我們一併也可以把我們在社區 或者是群聚場所 尤其是娛樂性場所的這個監測的 系統跟機制給建立起來 我覺得這更有助於 我們先這個邊境會不會 未來會不會有病毒進來 這坦白說 這大家都知道很難講 可是如果我們在這些群聚高風險的地方 有比較好的監測的機制 就算他進來 我們也可以很早 就像我們這次9月 在這個幼稚園的事件 等等等事件裡面早期的發現 早期去把它給撲面下來 那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 衛福部也來思考一下 關於定期監測 擴大定期監測 不只是在邊境跟音樂 有沒有可能請部長來思考這件事情 好可以 好不好 謝謝 那部長相關的做法跟計畫 有沒有可能在兩個禮拜內 其實可以提給我們辦公室 有哪些場所 尤其是接下來 你們一定有一系列的計畫 哪些場所 可能會慢慢的放寬他的NPI 那運用這個時間點 讓這些場所的所有權人或經營者 他應該要配合 他配合的話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相對比較放心的把它放寬 用這個做法來建立好不好 兩個禮拜 這個要稍微討論一下 用來當作手段那個稍微討論一下 兩個禮拜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給我們一個初步的想法跟報告 好不好 可以 好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林一華委員 好 主席好 我們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部長好 因為最近大家又開始在談那個 司法精神病院和病房的事 因為我還記得去年的 剛好是5月6號 那次在司法法治文會的時候 那次相同的議題其實 我在那邊也質詢過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回答 是說是兩個月 好 希望能夠設置 然後但是要等蘇院長的拍板 好 當時是這樣子回答 那距離去年的5月6號 今天剛好也是6號 所以是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就過去了 那這次的宣布時間點 其實跟這個屏東 發生這麼一個 讓大家覺得無法接受的案子 這次的宣布點是很接近啦 就是現在說年底要設立 是因為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就得到這個答案 但是我想知道 到底是因為這件事發生了 才急著在年底要做 還是本來就真的有這樣的計劃 還有聽到就是說 目前講是30床 是嗎 一個一個點 對 我知道一個點30床 對 那現在但30床一定是不夠啊 所以我們整個預計 到底多少的量是足夠的 以及 現在是不是確定不走病院 有 這兩條路都並行 會並行 所以會有病院 會 你有沒有從前面先跟我講 為什麼說第一個是 會有這麼久的時間 時間點絕對是 大概跟這個事件 沒有直接相關 因為這我們光是找這願意來乘坐的醫院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對 但本來年底這個是本來就講好了 對 這本來就是前面就已經 一直在找相關的醫院 合作醫院的醫院 那相關的補助的辦法 所以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進來已經一家確定 另外一家也快 也就確定了 所以這家確定年底 確定年底一定會有 對 要講清楚 是不是確定年底這個病房 對 它開始會來施坐 我們現在那個補助的經費 現在幾床 施坐 30床 我們一個點都以30床做規劃 所以就要花個4000萬 現在剛剛講 對 一個點 就是設置叫花4000萬 然後是一個醫院裡面的30床 對 那之後陸陸續到底總共 我們預計是 剛剛你說兩個病型 所以兩個病型 還是會有病院 對 那預計要多少床 以及我們現在所謂的病房的部分 分散在不同的醫院 那又是大概是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嗎 醫院是我們準備要 要設計一個300床的醫院 醫院是300床 那另外呢 點的部分呢 點就是4到6個點 每個點要30床 每個都會30床 對 每個床都30床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預計的一個進度 那都是病床是明年會4到6所就會確定 明年不會有 明年不會那麼快 所以不可能明年年底 對 明年年底也不會 明年可能是今年到明年大概兩個 那明年可能希望看有一到二 因為確實要乘坐的醫院都非常的低 我知道 非常乘坐非常不容易 我知道不容易 所以我才知道想知道現況 所以確定今年會一個 對 然後明年可能是兩間 有可能 有可能是兩間 但是說了什麼4到6間明年要做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 很難啊 當然有人願意我們就再越早越好 這當然就是要溝通 我們繼續再找 那再來有關這次的事件 我是想要了解 就是說到底地方政府跟這樣的 這個怎麼樣來分這個權責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 部長我知道您忙這個防疫事 你知不知道當地居民還有去連署 就說要繼續處理 我知道 對於說因為這個加害 他已經說不是第一次有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只是說這次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對於像這樣子的一個所謂不定時炸彈 到底地方 以這件事情來講 你們要求地方政府要去檢討一下 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本來還是可以避免 但是呢我們卻沒有 是機制不夠完整 還是是什麼問題 這部分 部長要不要說一下 因為我們怎麼不希望再有一個發生 再來解決問題嘛 所以到底你覺得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 再給地方政府是資源 或是要求他要做怎麼樣更好的 安全防護網的一個建制 對 部長要不要回應一下這個部分 其實屏東的衛生局本身 它的衛涉症 其實一直都表現得非常好 好那當然事後 這個地方也積極趕快進去 對於雙方或家屬 積極的給予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這已經都發生了 對那當然是後續要處理 如果說之前為什麼會一直有 就例如說這樣也沒地方也拿他沒轍 對那確實這東西 我們在有這個法律上的商人至商之魚 那是讓大家使用這樣的一個條款 做相關的強制作為相對都保守 因為我們對人權有一定的程度的尊重 所以建議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再次的修法裡面 也希望在法官的保留的原則這樣的情況下 能夠兼顧原 就是說在限制人身的自由經過法院 那能夠迅速來做 不會反反覆覆的在這邊 許好一些時間 好啊那這問就是我是建議說要趕快 就是透過一個案例我是希望就是不能再發生嘛 所以到底地方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更好 我認為是應該可以要求地方還是應該做個檢討 那你這個檢討也可以讓各縣市大家去分享嘛 去做一些預防上可以怎麼樣更好的作為 就像以前其實在開始試的時候也發生過另外一個事件 我們也是透過一個事件裡面 趕快去檢討到底安全防護網裡面 有什麼樣可以再來補牆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比照 所以我還是希望不管是要修法或各方面動作 我們希望可以加快 最後我就問一個 因為時間我知道到了 所以部長你那個會議記錄找到沒 我又說的官員 我正在找 還沒找到 那就代表應該是有問題了 沒有 就是我幾天都在法院這邊進進出出的 大家都很多案件在處理啊 你那麼多同仁 我都在聊很多的事情 打疫苗的事情 以前我說真的 之前到現在 很多你們資料 我們都有一樣的心得 很難調到資料 可是呢 我覺得這事情是非同小可啦 就ACIP我就說在莫德納 隔四周能施打 他只講了第一類醫護人員 講了護理 講了孕婦跟機組 那個會議記錄有啦 第二類官員可以隔四周 那個在會議記錄 那個公開會議記錄是找不到的 有提供給委員 這確定有 有 好那就趕快提供 如果確定有就趕快給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 好謝謝林樺委員 那部長如果有會議就請提供給林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鍾嘉賓委員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治急患市場 官員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部長請休息一下 請盛司長 好請盛司長 市長好 每次要邀請你 我倒先查一下字典啦 那麼關於大家所關心的精神急患的事情呢 我們看 再下一頁 就是這一次的事件很清楚的 他在六月底已經有這樣的暴力攻擊 但是到八月中的時候呢 醫院完成評估沒有異常讓他出院 但是因為他服藥的遵從性不佳 那家屬也沒辦法控制 他反覆的出入醫院 好 那市長 病情反覆受到刺激後造成他人受害 你看看 家屬無力支持 但是呢送到醫院的時候呢 六十日評估無異常就出院了 出院之後呢 因為他沒有病逝感 服藥遵從性差疾要中斷 如果說發作就強制住院 萬一受到刺激造成他人受害 理論上可能就要送到司法去制裁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的問題點 仿視流於形式 醫院或社區的轉換易肉接患者 為降低風險即回歸復歸社區 這大概是我們在這個案例上看到的情況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從社安網1.0到社安網2.0 我們做了什麼改進的努力 因為剛剛委員有問到 這個不是在案件發生後 我們才做了一些補救 在之前我們就開始改進了 那請問社安網2.0是這樣處理嗎 我唸一下 如果針對仿視流於形式 社安網1.0的執行限制 因為資源的人數不夠 社區跟醫院之間轉換容易漏接 是因為我們目前的服務片段化 為降低風險即復歸社區 是因為我們監護處分最高只有五年 市長 這是不是目前你們 社安網1.0看到的執行限制 是 沒錯嘛 那你們針對的處方 你們的解決方案怎樣 編列了407億 擴大了六倍 要征聘1288位 仿視員 還有心理是 是因為社工579位 針對服務片段化 你們說要垂直服務整合 你們還要強化轉嫌機制 針對目前監護處分的不足 司法精神病院已經在年底 就會開始執行了 那麼我們還要修法 我個人也提了案 我上會期 上上會期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提了案 要分階段的處遇 請問市長你認為 社安網2.0這樣計畫 可以有效的補社安網1.0的漏洞嗎 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社會制度 都是逐漸逐步的實施 所以我們也沒有可能一步到位 就像1.0到2.0 他也是經過了四年的時間 逐步的改正 那這個人力的增加 其實也是要逐步到位 而沒辦法一次全部到位 好 了解 那我們就這樣子 好 往下看 其實我們在場有很多的醫師 都要先掌握症狀 然後判斷病因 然後對症下藥 最後還要看藥效有沒有效果 發生效果 要觀察對不對 你也是醫師嘛 往下看 好 目前社安網2.0的相關評估指標 你們訂出來的指標是這種東西 訪市服務的涵蓋率 從65%到65% 出院後的宿航率 從70%上到100% 服務局點 協助服務局點 給這些疾患者 四處到四十九處 協助他們就業 從將近四千人 要增加到增加一點點 最後呢 你們有個轉嫌會的場次 要辦五十場 我這裡啊 長期我在行政機關服務 我就覺得 我們訂了KPI啊 大概就像你的處方裡面 有談到它的藥性 但是沒有辦法判斷藥效 您是醫生 我不敢搬門弄斧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舉個例子 譬如說往非安事故來看 您認為我們可以阻止 每一次的墜機發生嗎 有沒有可能 做得再怎麼好 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每次的非安事故之後 我們就會做檢討嘛 到底是機械因素 還是人為因素 還是氣候因素 我們有沒有可能 訂做一個指標說 我可以降低事故率 到達百分之幾 很難 因為非安事故要發生 精神疾患會傷人 我們沒辦法 設定一個指標 但是我們可以努力的 怎樣 改善裝備的妥善率 我們可以改善 非常通行的錯誤率 我們可以讓天氣預報 更準確一點 我們當然不願意發生 任何意外 但是我們所做的 各種努力的數據 要抓對了 所以接下來 我要請讓你一下 來 要請部長上來 這件事情 它是服藥遵從性不佳 家屬無法控制病情 你們的報告 今天寫的 什麼原因呢 你們說 要運用居家治療 必要的時候 要有長效型的增劑使用 就可以有效減少 這是你們提出來的嗎 部長沒錯吧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長效型的增劑很貴啊 目前健保的價格 都是八千 三個月的生料到兩萬七啊 結果呢 我們常見的獎勵補助呢 只有一千點到一千五百點 目前的點子是零點九二啊 杯水車薪 一年只有這麼多 您覺得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嗎 長效型的增劑 醫院無法負擔啊 沒有 這個藥單是 這個藥費單是由健保來付 並不是從這個健保點數 那是獎勵的 獎勵嘛對不對 獎勵嘛對不對 可是醫院我們來看一下 藥費還是 藥價過高嘛 所以 醫院用長效型的真的 醫院不高嘛 雖然你們給他注射獎勵 可是杯水車薪 還是沒有百變 有人說要用非總額支援的方式 但是要經過總額 健保的總額協商 您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 在這個地方去補強 其實這裡面的醫院所在意 就是把佔掉總額的費用太多 是的 那所以在我們西竿的一個經驗 就把這個費用 從他的總額裡面把它挪開 不要寄到裡面 然後呢 錢誰出 那錢當然都是政府出的 政府出 是以健保以外的預算補助嗎 沒有 就用健保的 還是用健保 健保這樣子其他人在負擔啊 健保 健保就是各種醫療都是大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個方式來 我們看下一個例子 跟主席店的時間往下看 往下看 其實過去對於新住民的產檢補助 新住民的懷孕婦女為那健保之前 你不能用健保支出 那你們產前檢查費用什麼 用煙愛防治基金 這可以有外異的效果 要保護孕婦 她要健康提高生育率 所以我是監獄最後的結論 因為時間也到了 往下看 對於要怎麼消除民眾的疑慮 請你們責成 心口師 要建立適當的指標 讓我們可以 我們不管說我們可以 杜絕沒有任何一次的飛航事件 但是我們要盡量的達到 各項指標 我們可以保證 盡量減少下一次事件發生 最後對於高風險的患者 可不可以你們策劃找到財源 來提供長效盈增壓補助 不會再來是在健保 這是算是我們疾病的治療 一定是用健保 所以不用再另外找錢 用健保的費用 所以以後未來 包括平通縣政府衛生局 他們所提的 類似這樣的疾患者 可以用長效盈能增進 至少降低他這樣風險 可以嗎 可以 當然是根據醫師的一個 專科醫師的判斷就可以使用 我們一條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中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王婉鈺委員 主席要有請部長 陳部長 請陳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相信您一定很熟悉說 我們在健身衛生上面的推動 其實非常的著力 然後也非常的努力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但是呢其實從去年我們上任之後 我們在12月就已經 我們在去年其實就已經提出了 精神衛生的修法 其實裡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面向 那包括在去年12月中的時候 其實在衛環委員會也有排審 但是呢當時其實只審到第二條 就因為沒有行政院的對案版本 所以其實並沒有辦法繼續進行討論 然後也會在等待 那我們想請教說 其實精神衛生法必須要補足的部分 我們談過了非常多次 包括其實前面有很多委員提到 說他其實在家庭 在家庭家門口到病房門口之間 其實很多個案其實會看到 一直不停的在這樣循環 就所謂的迴轉門效應 我想司長也一定很了解 那請問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在精神衛生法這邊 也希望能夠補足 其實有非常多的部分需要來做處理 包括病人和家庭照顧者 然後積極性的社區處域 心理衛生中心的建制 甚至剛剛提到說 我們其實很仰賴社區關懷訪飾員 但是社區關懷訪飾員的全責 和責任 全責的部分其實都沒有被 法人的基礎上 其實都沒有被定義清楚 還有我們也覺得同裁支持 支持的服務 以及強制住院和替代性處理 這些都是目前精神衛生法 非常缺陋的部分 那您也表示說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想請教 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才會有 院版精神衛生法草案的蹤跡 我想今年年底應該會 在新任版應該會提出來 那以前剛才委員所提的 剛才那一些 其實大家的共識度應該都很高 那都是必要 賦予相關的法院 讓它更完整 那裡面那時候 我們一直在跟司法院 大家相關的想法 有一些些不同 所以不斷的在溝通中 而且所以也想請教說 今年年底的草案的方式 如果年底會有草案方式 這是確定的時間 然後也想請教說 第一個是想請教 這是不是明確的時間 第二個是想請問說 現在目前草案的內容 大概會涵蓋哪些範圍 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這些 都會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那第二個這個年底 這是應該是一個目標的時間在 那要根據行政院 在省的一個排程裡面來走 好 了解 那我們很希望說 可以盡快來提出 因為其實精神衛生相關的部分 其實大家一直都在討論 包括從2017年的時候 其實總統上任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到說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們應該要趕快來處理 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但是遲至到現在 其實都還沒有看到修法版本 我們覺得非常的緩慢 那我們也覺得應該 認真嚴肅來以對 尤其是我們看到 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仍然引起大家的恐慌 以及大家的擔心是 我們到底如何能夠接觸這些人 我們到底如何能夠 避免憾事的發生 那同樣的就是 在憾事發生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討論到 我們如何借接到司法的資源 那我們也看到說 司法精神病院的部分 司法精神病院和病床的部分 其實都有積極討論 也表示說 我們在年底應該會有一個具體的成果 然後具體的方向來做推動 但是我們想請教是 當我們在提到這樣子的 司法精神病院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報告裡面 編列了24.8億元 以及181名的維護人力的情況下 我們想請教 這樣子目前的評估的 經費和人力等等的預算等等 是由何而來 因為我們過去多次所知想詢問說 評估的內容為何 如何評估出來 是用多少年的時間來做處理 因為包括監護處分 其實五年的上限的部分 其實也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司法委員會也排了案件 要來做勝利 所以想請教說 這是依照多久的年限 多少人的目標 然後希望能夠怎麼樣 來做一個處置 而得到這樣子的結論是 這是我們需要的資源 當然我們現在整體的 應該是說病房的部分 要負責中低風險的 中風險的 那病院要處理高風險 高暴力風險的 那至於在整個安排在病 在病院的部分 整個安排要300床 那另外的病房的部分 每個點30床 那4到6個點 那約略這樣子 在我們這裡面 有做監護處分 約略在每年有大概500人 監護處分200 現在200人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容量 基本上是用來計算 所以想請教說 現在目前估算的這個300床 大概約是兩 目前現在實際上 監護處分的安量 大概是200名左右 200 所以現在是目前移造這樣的 安量去估算嗎 對是用這樣這樣算 所以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討論延長監護處分的情況下 未來可能帶來的影響 以及相關的費用的部分 和資源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預估的 目前其實沒有這樣的數據 當然那個改變之後 當然有很多的不同面向的影響 我們也都討論 當然我們現在病院病房 是照著 可能未來的需要先滿足 是因為目前現在監護處分的安量 確實是200名左右 但是如果當我們從5年變成是 調整到10年 或是甚至沒有上限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個安量絕對會是增加的 那這樣增加情況下 如果我們又只看待現在這樣的規劃 其實我覺得是不足夠的 這也就是我們一直在提到說 當我們在談司法精神病床 以及司法精神病院 以及說監護處分 是不是要調整年限的情況下 這些都必須要一併來做考量和評估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還沒有得到這樣的評估報告 所以想請教說 這評估報告是不是會有 以及什麼時候會有 什麼時候可以提供給我們做了解 評估的報告就是 有關於病院病房的評分報告 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 以及對應到司法院這邊所需巧的 希望能夠調整監護處分的年限 因為現在差不多200 我們預估300 而且那種個案 超過5年的個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並不支持司法院這邊的意見 是增加監護處分的年限 因為目前現在如果要增加這樣的人數 其實我們是沒有資源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的預估 沒有 我們這邊很支持 對 所以意思是說 從200往上提升到更多年限的時候 其實會有更多的人 但是資源在哪裡 經費在哪裡 現在目前不知道 大部分不需要到那麼長 大部分那個監護處分 要超過5年 其實那個案並不多 所以現在以200 那不見得全部都要進來 那這200個到300個之間 是有一個餘意在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需要把 這樣您專業的意見 表達出來的原因 不只是這次的社會屏東事件案 其實我們也看到 潘鳳安縣長說 表示說其實會長期收治的方式來做處理 但是顯然可能不會超過5年 這是扭就年的專業意見 所以這些部分 不管是衛政或是社政 或者是司法的部分 很多資訊其實沒有辦法對應起來 尤其是專業的部分沒有辦法溝通 我覺得當我們探探精神衛生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跨部會協力 而且必須要將這些專業的數據 專業的論述 能夠一併做下來好好討論 而不是各自閉門召區 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也期待說 在精神衛生法的草案裡面 能夠更完整的去做一個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文文宇委員 下面我們請陳焦華委員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陳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今天大家關心這些身心障礙者 或者是有這個精神病患 他們對於這些這個攻擊事件 所以大家來做這些方面的討論 那我們知道監察院 監察院內政族群委員會 有在去年糾正衛福部 針對這個少數一些失能者 並沒有得到實際得到長照2.0的照顧 所以這裡要請問部長 就是說針對這個糾正 我們衛福部在過去這一年下來 那目前有沒有做一些改善 那衛福部在資源部分 是足夠嗎 那未來要怎麼來爭取 對 那在目前資源當然還是相當的缺乏 不過經過 社安網一期之後 我們也準備差不多 所以現在有社安網二期的經費 總共五年編了407億 那人員也會增加到將近9千多人 包含各類的社工跟觀光環紡視員等等 市長是認為資源是夠的 現在開始或比較充足 那請問部長就是說 台灣我們在這些身心障礙 或者是精神病患 我們的這些人數 比起國外我們大部分 大致上是多還是少 還是跟世界是差不多的 跟世界我們那個市長說 跟世界是差不多的 好 那再來就是要請問就是說 針對監察院的報告 部長如果說現在資源 有比較充足的時候 那這些精神障礙患者 傷人的比例 我們看到的其實 比正常人並不是高的 就是說他們的傷害 常常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些個案 而且是引起大眾注意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看到就是被傷害的人 其實也是要被照顧的 那請問就是說 我們從這一次屏東這個案子 挖掩案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既然是讓民間自己去捐款 那部長你認為這樣子 要怎麼樣來做改進呢 也有 我也有追尋過 但是我們這個 在公益全部條例裡面 並沒有包含這樣子 那在急難救助 又針對中低低收 這兩個方面 所以在目前當然就是協助 他們開戶的一個專戶 來讓就是說 善心的人士來幫助他們 那我們也會 就這個急難救助的方式上面 再跟地方政府 一起來討論 那另外有關於這裡面 可能有增加稅的問題 我們會跟財政部來討論 所以部長 聽起來就是說 現在為什麼就是針對個案 所以每一次發生的時候 再設立專戶 來進行募款 是這樣子的想法跟做法嗎 我們有的是 對急難救助的部分 本來就有 但那部分是針對中低收跟低收 那未來在法制化 或者是在制度面 要是不是應該做一些 比較制度面的這個改進呢 可以我們應該進行這種 社會的對話 那也期待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就是社區媒體 跟媒體 因為這個事件的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我們也深恐就是說 這樣子對一些已經患病的人 包括這些精神障礙 或者是精神疾病 那是不是怎麼樣來 讓大家更能夠去體會 這些生病的人 我們怎麼樣透過社區 也給他們做一些支持跟照顧呢 相關的社區的支持 現在都陸陸續續開始在做 那這個事件裡面 從來被傷害這部分 當然我們覺得很心痛之外 那也非常擔心 這段時間 對於這些相關的有精神疾病的人 引發另外一種社會的排斥 進了刺激 那會產生 所以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現在高風險個案的一個加強追蹤 避免就是說 社會相對的一個刺激 那引發的 另外不想看到的一些情況 好 謝謝 那也希望衛福部能夠 更加緊腳步 對於相關這些事件 能夠來做大 來改善 改進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蔣萬藍委員 謝謝主席 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也請法務部林司長 請林司長 蔣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剛剛前面你有談到精神衛生法的修法 年底會 是行政院會 核定然後送到立法院嗎 還是你們那時候 草案才會出來 那時候草案才會出來 那當然要看行政院 因為相關的法案也很多進來 那不過我們要盡量 我們拜託行政院這邊能夠盡快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草案到年底才會送到行政院 然後行政院還要審 然後到送到立法院 可能都要明年甚至下個會期 是這樣嗎 不是吧 還是 我就問這個會期會送到立法院 這個會期要送到立法院可能性不高 部長你還記不記得 大概就是去年12月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審查精神衛生法 那時候就是只有我們委員版本 就是今天大家手上拿的委員版本 當時我們一再希望 衛福部趕快你們草案出來 因為當時我們審了幾條 審不下去啊 因為沒有行政院版本 你們當時就拋出了說要有司法精神病院 要很多的概念要放進來 所以好 那時候我也是當招委 部長你還記得我排審 那時候我就接受說 部長你有承諾 你盡快把草案送來 一年了 我還要再等多久 這個會期我當招委部長 你敢送來我就審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個遺憾的事情發生 今天發生屏東這個超商女店員的事情 我們看到是心痛啊 感受到他當下多麼驚恐 他現在所遭受的身心這樣的折磨 他的家人多麼痛苦 如果今天還要再拖 說年底還可能送不進立法院 還要到明年 我都不知道明年什麼時候才要審 什麼時候才會三爐通過 什麼時候 我們相關講的這些 包括社會安全法 法官保留這些等等 才能真的完整 呈現 把漏洞補齊 那這段期間 這些很多可能 潛在的危險 部長 你們有任何的因應措施嗎 我們現在有一些相關本來大家想要的 像譬如說病房 或是病院的規劃 我們都積極在進行 那當然這個法要送出來 那畢竟我們政府的內部的單位 一定要能夠溝通協調 那找出一條可行的路 所以也不斷在溝通協調中 一年 各部會的溝通協調 看得出來到底這個政府 重不重視這個議題 有沒有感同身受 不管是從 從桃姆熊哥猴的事情 到小燈炮的事情 到殺警案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這樣不幸的事情 我們到底要在 未還委員會 討論多少次 要我當多少次招委 排多少次專案報告 什麼時候才能等到精神衛生法 一部法案的草案 僅止而已 我不希望一而再 每次討論同樣的事情 部長請問 關懷仿視人力 上午我聽下來 為了現在你們的 關懷仿視人力 跟精神病患個案數的比 現在是1比190 但是你們現在一直講說 我們要補足人力 補足人力 我們是分四年來補足 但事實上部長 你看我這邊的表 你分四年也都沒有補足 補足到百分之百喔 你也只是 你也只是百分之三十 然後2023年百分之四十五 到你目標四年之後 2025年也只到百分之七十 而且你補足到百分之七十 你的人力 也只是預計達到八百七十六人 所以部長你們的目標預期 達到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人數 基本上是八百七十六人 然後多到有一百六十一人 是有一千出頭的人 那達到暗量的比例 希望達到一比四十 一比四十 部長你知道其他國家 美國一比十五 荷蘭 英國是一比三十五 日本也一比十 荷蘭是一比二十九 即便我們給你預算 你分四年下去 你也只能達到一比四十啊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還是遠遠落後 非常非常多啊 審計部在2020年去年一月的一個決算報告 就有針對關懷仿視人力不足的問題指出相關的原因 包括 如果 薪資結構 人力採一年一聘任用 無法累積年資 缺乏留任誘因 人員異動平人 不利累積相關照護的經驗 而且 也要承受非常大的安全風險 等等這些因素 都是造成現在 人力一直沒辦法補足的很多原因 人力不只沒辦法很難補足 更重要的是部長你們要了解 就算我補足以後 怎麼樣留住人力 這是更大的問題 你一年一聘基本上 人員流動啊 留不住啊 這些有沒有思考過 有沒有想過 比如薪資結構不高 你有考慮過調高嗎 年資無法累積 有沒有研議過 比如說 做得越久 他的起薪就越高 而不是說我一年一聘之後 重新來 一樣的底薪 這些你們有沒有思考 有沒有相關改善的辦法出來 這個經過前三年跟主機總處 不是主機的那個人事總處 積極的溝通 其實都已經改善了 現在人力上 我們還是正式的約評估 然後第二個起薪也提高 那專業九任也有不斷的往上提 那累積年資的方式 這都有 這都已經有了 部長 強制住院的標準 來我看一下 下一張表格 上面這一條線喔 就是 就是 我們 強制住院也好 強制社區治療也好 都需要經過審查會 但是我們 看到 這幾年 我們審查會的審查個案 針對強制住院的審查個案 是逐步減少的 那我們強制社區治療 他的審查案件數 一直非常低 部長你有沒有去了解相關的原因 當然就好像台灣精神醫學會 在講的 各方的各種原因都有 不過我們也希望 未來能夠 能夠符合在人權 跟強制醫療的必要性 這兩個取得一定的平衡 對 台灣精神醫學會就指出來 他說 可能的原因 因為審查會的審查標準 模糊 審查的效率緩慢 所以造成 他們遲遲就不願送審 這還會造成 現在我們審查個案數 是減少的 但事實上 不應該會是這樣啊 這當中是什麼原因 那有什麼要 需要改善的 衛部你有沒有去了解 會 我們最後跟專員人科醫學會 到來做討論 部長 現在大家討論說 司法精神醫 司法精神病房 他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司法專 我們對於照顧精神病人 應該是在精神衛生法裡面應該有吧 精神衛生法 現行有嗎 現行有嗎 法務部 或司法院林庭長都可以 現在法院依據在哪裡 在那個法院處問的執行法第二條 你們修了嗎 第二條波問在今年的 應該是五六六年的時候有通過那個條文 所以是根據法院處分執行法 有個依據 有個依據 基本上 當然 我們同意 我們也支持 但是 相關 譬如說 什麼時候可以設立 現在政委說來講 部長也今天說 年底 可以開始 但是這個能夠真的解決問題嗎 這都是 司法精神病院是 犯案之後 事發之後 我們做的相關的處置 但是事前很多的預防 我們有沒有做好 包括社會安全網 有沒有漏洞 怎麼樣補足 就包括像這一次屏東的事情 他是從六月三十號 遲到砍人 然後被發現 然後強制就醫 八月十四號出院 出院之後 九月十六號 就發生很不幸蛙眼的事情 那出院之後 到底 這屬於落到衛政 設政方面 對 是不是有環節出錯 我沒有從這一次事件 發生 發現 哪裡有問題 我們該怎麼檢討反省 然後去改進 這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但是我今天聽下來 我沒有聽到任何 就這次事情 找出某一個環節 出了問題 然後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法 我們能不能不要再讓漢事發生 這是我卑微的要求 部長 對 所以我們在根據這個案子的本身 我們要加強那個PAC 然後跟社會的連結 然後社區的治療 都要把它串成線 才能夠讓這樣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部長我還是希望草案盡快送來 如果這個會期能夠快一點 既然大家 你們跟跨部會都已經聯繫好了 溝通好了 也有一致的方向 那請行政院 趕快拍板定案送到立法院 這個會期就算 加開我們立法院的會議 我都會排審 只要你敢送來 不是 我們盡快再努力 盡快努力 好 部長謝謝 好謝謝江委員 謝謝陳部長 接下來我們請葉毅蘭委員 主席好我要請 部長 請陳部長 還有請 就是陳部長就可以了 好 委員好 部長好 昨天我專程到屏東高樹 去這個就是我們超商女店員 這潘小姐她的老家 是在高樹的新南村那邊 那我沒有去醫院去打擾潘小姐 但是我去見了她的家人 跟她的鄰里 這些就是鄰居們 那現在其實 新南村的村民已經都有聯署 希望把這個 去挖掩的這個信陽的把它抓起來 那 新南國小的校長 都在定點在做巡邏 那超商老闆娘 召不到店員 然後 剛剛其實 蔣委員也已經說明了 她是進進出出的 她對於他們當地來講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人物 那個村長 是對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 你們為什麼要把它放出來 為什麼要把它放出來 那 我覺得這中間的問題 是 人民的恐懼 我們政府到底知不知道 剛剛我聽到部長有說 其實 屏東的衛政人員很 你覺得他們表現得很好 他們的設政其實 都是我多年來 我在做家暴性侵 防治工作上非常優秀的 包括他們的副縣長 他們的這個社會處長 都是我老夥伴 很棒 但是 中央的資源 有沒有下去 這是我的第一個疑問 然後 當這個 這個 里長 這個村長跟我哀哀求告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 我當然我看到你們 這個今天的報告裡面 有提說 未來我們要 要成立49處這種據點 服務的據點 但是 現在這個是要緩不濟集 可是 過去這一年多以來 我知道你們有做一個精神 醫療緊急處置的一個 線上諮詢服務的專線 這call center 可是如果 如果 這個部長看 我這是從你們這邊 調出來的資料 使用最多的警察 警察消防 家屬 可是 那個跟我哀哀求告的村長 他不知道耶 他不知道要向誰求助 那請問一下 部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承諾 要能夠加強這些 民政的 民政系統的這些 林里長 這個村裡幹事們 要知道 有一個專業的 有一個專業的服務專線 在那邊 要協助他們 能不能承諾 好 我們最近的設計上 本來是要給警消用 那委員建議說 擴大 我們可以適用的範圍 讓會來宣導 是 一定要加強 好不好 因為其實他們面對的是 哇 一群 黃黃不可終日的 他們的鄰居 大家都很害怕 那我們看看政府 到底做了些什麼 其實這幾天 我相信我們所有 立法委員的這個 臉書上 或者是這個 社群媒體上面 不斷的都有人來 陳情說 你們立法委員在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為什麼 我們老百姓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尤其這個姓楊的 是可怕到極點 他可以 被狗咬他就把狗咬死的 他是這麼兇殘暴力的人 他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 潘小姐 徒手 把他眼睛打到差點瞎了 但是他的 包括他眼眶都已經骨折了 鼻骨也骨折了 可是 對於這樣兇殘的 當然 這不再畫像 他必定有傷人之餘的 可是 我們為什麼是束手無策 我們政府做的些什麼 其實 其實 本席跟 跟 蔣委員一樣 我們大概 大概從我踏進立法院之後 只要一出現 不要說是殺警案 到處都有這樣子的 都家暴性侵的 比如說 今年4月8號 發生在屏東的那個曾小姐 手機行的曾小姐 也一樣 他也是被擄殺的案子 都是類似的情形 我們不斷的提修法 不斷的提修法 但是 去年 8月21號 林萬億政委告訴我們說 司法精神病院已有眉目 怎麼 那個時候已有眉目 但 盛司長當時參加我們的記者會的時候 也說了 應該 在短期內 就有眉目了 可是 到現在 好像沒有精神病院了 還降級成為病房 而且 很明顯的 我們在上個禮拜也討論過 有很多的性侵犯 有很多的性侵犯 刑後治療的性侵犯 被大法官宣告 你不可以 他在侵犯之後 你把他放在監獄裡面治療 可是這些人 還有再犯之餘的時候 你要把他放到社區裡面 這是 為什麼 家長 社區 邻里 人人自為的 那我們這樣子 是不是繼續在跳票 會不會繼續跳票 這事情本來要佈見 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要不然也不會到現在 都還沒有佈見 不過目前來講 我們是病院跟病房 這雙線並進 雙線並進 那同時都在規劃之中 部長 至少我聽到您這一次是告訴我 很肯定您並沒有說 要把它推出去的意思 您願意承擔 但是我還是希望 因為我覺得是條件足不足夠的問題 不是有沒有人要做 不是有沒有人要做 如果衛福部 衛福部把這件事情 視為是重要的業務 就不會讓現在的整個服務的量能 仿視的只有什麼 一比一百九 你的一比四十都已經是低標了 那為什麼不給他們足夠的 足夠應該要有的 一個符合他們專業需求的津貼 所以本夕非常非常希望 在我們盡力監督之下 社會安全網能夠在部長 還有聖司長 還有我們很多夥伴的努力之下 能夠給民眾一個肯定的答案 讓他們可以免於這樣子 將擔驚受怕之苦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委員 謝謝葉委員 下一位請江永昌委員 謝主席請問部部長 請陳部長 陳部長好 我這裡已經看那個防疫記者會 跟看這個指引已經看了頭文眼花了 我問一下 如果我們在戶外奔跑或者散步都好 有人靠近過來的時候 10月5號開始 是不是我們會趕快把口罩戴上 沒有這 就戶外就有人靠過來 一般的戶外還是全程戴口罩 還是全程 那但是現在的餐廳指引是這樣子 餐廳你現在也不用隔板 也不用1.5公尺大概吃飯 但明以時會一天這真的沒辦法 那日本人是這樣講 都說餐廳吃飯 喝咖啡韓國都一樣 那至少說如果你想要講話的時候 再趕快把口罩戴起來 可是我們卻沒有這樣講 我知道這也許很難去規定 但是你要不要做一個呼籲或提醒 吃飯以外 吃飯當然不能戴口罩 可是吃飯吃到一半 左林右色旁邊的後面的誰 可能要講一下話 因為你現在說去敬酒的時候 還是戴一下好了 那個酒不重要 是這個意思才重要 那跟左林右色突然要講話 不然我們兩個你看 現在來巡達每個都戴口罩對不對 不然我們等一下約去餐廳來講話 通通可以脫口罩 會變這樣啊 我們是那時候還是建議就是說 離座的時候還是戴口罩 不是離座 我知道我已經在講 離座在講話的時候 要不要戴口罩 我吃到一半想講話 我跟你講最近發生一個現象 外面那些餐廳怎麼樣 進餐廳之前 每一個戒慎恐懼 大家都很害怕被傳播 他一進去之後 每個人對不對 就好像如露無人 大家完全放開了 然後又出餐廳的時候 又趕快把口罩戴起來 我就在搞什麼 就我是知道 因為日本人他們這樣規定 結果呢 餐飲業者去跟用餐的客人說 麻煩你們吃飯不講話 想講話就帶起來講 結果就吵架 發生衝突 所以應該也是很難規定 但起碼我覺得 在我們疫情真的不是說很確定 或真的 真的完全可以放心的時候 會家齡不一定會親臨 然後是不是 你指揮中心要把這個 怎麼樣來跟大眾講一下 我們還是建議在可能情況下 盡量要戴 那有一部分是屬於自主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會再呼籲 好 那你知道接受我那句話 用餐沒辦法戴口罩 但用餐到一半想要講話的時候 要把口罩戴起來 我們會呼籲 沒有在用餐可以戴的時候盡量戴 好 那接下來 上禮拜有個公聽會 那我們現在在防疫兩個部分 一個是警戒標準 防疫措施要去裁罰 這個部分 華護部的陳明堂次長 沒關係已經幫你們背書了 這個叫做一般處分 而且人民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救濟喔 可以去訴願喔 那我就不談這個部分 可另外一個部分就問題來了 叫做疫苗接種順序表 你們現在這個接種順序表是厲害到 每天公布的時候 第一劑什麼時候打 第二劑什麼時候打 什麼年齡 還有各種不同的疫苗 都是一個記者會圖表出來 你們家的次長 石崇良次長說 這是行政計畫 天啊 我翻了行政程序法 跟盤點了所有的法律 他這個行政計畫 是從哪裡接上來的啊 這是什麼行政計畫 是從哪裡接過來的啊 在裡面我們就是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施打的計畫 那根據相關的一個防疫上面的相關專業的討論 以前原來就定定的這樣的一到十類的表格 照著這樣的順序 那依據疫苗到後的時間 來擬定相關各種的計畫 市長我跟妳講 疫情緊急的時候 大家都原諒了啦 就看你們怎麼做 就趕快把台灣救起來 當疫情趨緩 我們成績比國外好的時候 很多人就回頭過來跟你 跟你就責 所以我現在是在提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家次長也講說 防疫相關法規 如果有不足之處 會檢討修正 是要送院嗎 送院審查或被查嗎 因為 當次次長講說 接種順序是一種行政計畫的時候 我跟你講 司法院行程廳廳廳長講 他即使是行政計畫 但是他法律上還要定性 要把它定性為職權命令 還是定性為法規命令 還是把它定性為行政處分 一般處分 那你們定了性了沒 我真的是提醒了 不然你這樣做到 辛苦到成績又這麼好的時候 但是要找麻煩的人是不會做 您回答 對 我們的相關 昨天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這個法制組 在我們這上面 能夠對監督的更好 讓我們各方面的行關 法的定性 還有各方面的依據 都能夠定定的更清楚 而且盡量避免使用第七條 因為有些單位 事實上我們也查了幾條 事實上這沒有必要 可以有既有的法規可以使用的 那就貿然使用第七條 我們認為這樣子也是不恰當的 那未來這些所有要使用第七條 一定要經過我們的法制組 因為我提醒你也就是說 衛福部的官員 諮詢完ACIP的專家之後 做出了一個接種表 那其實在現在這個情況大家會問 這個表 全台灣民意機關還是什麼機關 難道只剩法院可以撤銷你的命令 其他人都沒有辦法 有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討論 這是其一 其二啊 人民呢 你齁定了一個表之後 就對我能不能接種的資格 在法律上去定我的地位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看國外 國外人家高風險高年齡 或是醫護或怎麼樣 但是台灣是特別細啊 台灣在定這個是 細到真的非常精緻啊 但是但是這充其量看起來 我剛剛講說行政計畫 當了三種 司法院講的 如果他是職權命令那不太對 因為這個攸關幾戶行政人民的 重大公共利益 絕對絕對不會是職權命令 應該有法律的明確 那要法律明確就是法規命令 但我又看不到找不到哪一個條文說 你有接種計畫授權你們 卻看不到接種的那個順序 細緻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那個辦法由衛福布定之 還找不到有這樣的文字敘述 那在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空洞啊 最後怎麼辦 去立法院民意機構也沒有審查你們的權利 民眾呢 這個警戒標準跟防疫措施處罰 他可以去提起救濟 那接種的人呢 你沒有定性他的的時候 那民眾能不能去提起訴願或救濟 那憑什麼你把我排在前 憑什麼你把我排在後 那當然這個 我相信這在那個傳染病防治法 應該有他的一個法源在 你傳染病防治法是說民眾應該 配合接受這個接種 是這樣寫而已啊 那我回口講啊 民眾說我要配合啊 那我就剛好是那個輕狀的 然後剛好怎麼排都還沒排到我的 我要配合啊 那他能不能對你提起行政救濟 你理解我意思 說疫情緊急的時候 大家都放著的 只想看你們防疫指揮中心好好撐起來 可是當疫情過了的時候 每個人都來都來救責啊 救責至少我們在法律上的完備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站得住腳 然後謝謝委員 好那就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我這是非常善意的提醒 對謝謝 好謝謝江委員 江委員是真的講得很好 這個善意的提醒 希望會不會趕快把這法律完備 好接下來我們請洪孟凱委員 主席謝謝麻煩請陳時中部長 好請陳部長 公委員好 部長一個問題先跟你請教 今天早上郭台銘董事長他的臉書上也講說 明後天可能會再來BNT疫苗 160到180萬劑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我還沒有看到 還沒看到 那本席現在告訴您 那現在坊間有一個說法 叫做BNT已經超莫感Z啊 超莫感Z 就是我們自購的莫德納疫苗 到現在來是258萬劑 自購的AZ疫苗到現在來的是537萬劑 如果說把郭台銘董事長 預告的明後天會來的BNT疫苗的話 加起來是504萬劑 換言之他已經超過莫德納的258萬劑 很快可能如果依照這個時序的話 很快也會超過我國自購的AZ疫苗 538萬劑 超莫感Z 所以是一件好事情 好事情 能夠進來 當然我們感謝所有台積電池祭郭 非常感謝 這個鴻海這邊的一個協助跟捐贈 但另外一個部分 去年5月8號我們就已經編列115億 第二次的紓困預算 給衛福部來去做採購疫苗 一年多過去了 如果到最後被後發先制的BNT 郭台銘董事長他們超莫感Z 也感過AZ了 政府會不會覺得有點汗言 我們會非常感謝 會非常感謝 對 就是代表說民間的力量 比我們政府都跑得快 那政府拿了人民的納稅錢 沒有辦法輸給民間 我們不肯這樣子做一個比較 不過這些也是 中央跟民間大家一起合作的成果 當然第一線公務人員 絕對有他的辛勞 但是超莫感Z 如果說真的如同郭台銘董事長 他講說BNT疫苗今年年底會來800萬劑 那可能真的會比我國自購AZ跟莫德納 都還要來得多的時候 有沒有人要負責任 沒有我還是感謝 感謝你只有感謝 當然 感謝再感謝 對 但是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部分 沒有檢討的空間 我們當然會檢討 不過這東西要講這樣的一個 究責的方式來討論這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好來部長 另外我們剛剛稍微 已經講了去年就有討論到這個 那個相關的精神衛生法 以及相關的修正 我特別查了一下資料 去年12月21號 差不多是10個月之前 當時就排審精神衛生法部分修正條文草案 而到現在10個月過去了 精神衛生法您今天剛剛答詢講是說 會在本會期送給行政院 希望本會期能夠通過院會 是這樣嗎 對 好那再來 本期想要請教的是 到目前為止 精神 所謂的這個 司法精神病院 到目前還沒有一個著落 可能兩個月內 才會設置精神 司法精神病院 是嗎 司法精神病房 病房 還不是病院嘛對不對 是病房 那我請教 法務部跟衛福部兩個 今天兩者的資料 本期都有看了 那司法精神病院 到底主管機關是誰 當然這有很多的一個討論的空間 還沒有決定嗎 部長 基本上在裡面 本期為什麼會玩耳一笑 因為確實這很嚴重耶 你如果說再過 本期都還不要討論到精神病院喔 光精神病院 這個專責的病院 都還沒有主管機關 因為本期會認為是 法務部推給衛福部 衛福部推給法務部嘛 大家都不想接嘛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那兩個月後馬上就要 有的司法精神病房 那主管機關又是誰 那個是我們 主管機關就是衛福部 因為他是在我們原有的醫院裡面 設置專門的司法精神病房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會獨立樓層嗎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有可能 我們國人去住的時候 隔壁間就是 關司法精神病犯的犯人 當然也是有可能 但是一定要適當 也是有可能 真的 但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區隔 部長 要不要確認再說 你說同一樓啊 跟小安年齡適當的區隔嘛 但不會在同一間房間裡面啦 當然不會在同一間房間還得了 我現在本時要問的是 就如同我們之前討論 即便是回來做隔離啊 當然這可能不能類比啊 但是你現在要做的司法精神病房 你的報告裡面第七頁 未來北中南東四到六間醫院 設置司法精神病房 而其中最快兩個月內 可以設置第一間對不對 我們的費用已經開始補助了 是嘛 所以最快兩個月內 設置第一間嘛 那本席現在問說 你到底是分樓層 因為你也不會告訴外界說 到底是哪一間醫院 有設置司法精神病房嘛 你不會跟外界講嘛對不對 避免 避免嘛 就避免標籤化污名化嘛 但是會不會國人到最後 因為你又沒有分樓層 會不會國人到最後發現說 我今天去住院隔壁間就住的是司法精神病患 然後如果說像今天屏東的蛙眼案 會不會蛙眼案的這樣的一個精神病患 原來就住在隔壁間 會不會對於民眾的安危疑慮 產生更大的一個危害 不會 其實這樣子的講法 都往往把精神病人有一點污名化了 對 本席絕對沒有要污名化任何人 部長您不用扣這個帽子 對 我們也要扣這個帽子 本席只是 派一些介護的人力 有法務部派的介護人力 是 可是法務部 您剛剛有講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衛福部的人管得動法務部的人嗎 會我們互相合作 部長 跨部會的合作是現在很通常的事 沒錯 但是兩個和尚就會珍水喝嘛 今天那個醫院最高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那個醫院的負責人是院長 結果裡面有司法精神病房 司法精神病房關的是精神病患 然後法務部的人入住去做一個介護跟隔離 可是你又說沒有分樓層 連這邊樓層都沒分 那就混居了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混居了 怎麼會沒有混居呢 你有可能就沒有分樓層 所以說這一間跟另一間就會 一定將來的設置的標準 所以部長 部長 我現在要講 部長 我現在要講是當然因為現在是兩部會合作 但是至少確認司法精神病房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相關未來司法精神病院目前還沒有主管機關還沒確認 但是主管機關目前還沒有確認 本席也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提醒 當然現在可能是林萬億政委在做局中協調嘛 對不對 是嗎 行政院的部分是林萬億政委 所以我本席還是提醒 不要讓國人有疑慮 那如果說兩個月後你們就要開始辦理的司法精神病房 不要讓民眾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還是要對外能說清楚說清楚 並且預想不要讓民眾造成恐慌 其實有些時候過度的資 適度的資訊公開反而會降低民眾的疑慮 越遮掩越遮蔽 到最後反而才容易讓民眾造成誤會 而產生後續不良的結果 我想部長經過我們一年多的防疫 你也應該有所心得 我們一起努力 但是重點是提醒的部分好好先做規劃 這樣可以嗎 當然會 這要根據設置標準去設置的 這是專家訂出來的 是嗎 那本席剛剛問的這些東西 看起來目前還沒有一個定案嗎 還是您可以有設置標準 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委員會跟本席辦公室 可以設置標準 否則的話剛剛我們的答詢 我想到最後 本席有很多疑問其實是沒有被釐清的 好不好 再提供本席辦公室一份資料可以嗎 好 感謝 林施總 黃委員好 好 部長好 我的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地到衛環委會來 也請這個司法院還有這個法務部的代表上台 就是我們想要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每次到發生這樣的重大事件 而且他的行為人 可能從我們新聞報導 或是從我們初步觀察 他們有這個精神疾病 或是說有這樣的情形的障礙 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往往都會把這兩件事情 糾結在一起 本來今天下午應該是審精神衛生法 那裡面有一個議題就是說 到底我們在強制住院 或是強制社區治療的時候 要不要引入司法 特別是法官保留的部分 然後呢 因為這些行為人 當我們已經發生這些重大事情的時候 他就從單純的精神衛生法 要處理的 這一些 這個心理健康有疑慮的這一些 我們的社會共同一份子 同時有第二個身份 就是犯罪行為的行為人 或是被告 那這樣的情形底下就變成說 社會要把這樣的處理或是預防 或者是處理這樣子的案件 這個甚至說 要長期的把這些人跟社會隔離起來 這樣的責任 加諸到這個司法機關來 但是呢我們又會遇到說 其實大部分解釋是已經揭示了 還有包含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的國際公約 這個叫做CRPD 也都一再的強調說 這些人 不管他是犯罪行為人 或是潛在的被告 或是說 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也是我們社會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處理 不管是依據競爭衛生法也好 或是依據這個刑法 乃至於這個保安處分 其實都要符合法制的原則 那我們不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司法過度的承受這件事情 因為司法在 執行這些強制處分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些法律上會要件的 那所以說我們一直都會很疑慮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是在前端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 好這個人一生中只要犯過一次錯誤 譬如說他只要攻擊別人 或是說跟人家有衝突 我們社會就覺得說 這個人很有危險 甚至用精神疾病把他標籤化 然後就說 我們就要一直反覆的 甚至行前 行中 行後 不斷的要求司法機關 去加諸這一些強制處分 然後讓我們的司法體系 不斷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這樣的做法 只是單純的居住他人身自由跟隔離 事實上並不是 對這些人 以及保障社會人最好的做法 還是應該要回到我們精神衛生法 行政作為裡面 我們整個社會安全網對他的支撐 好我們今天一直反覆的聽到一個說字說 我們這個 人 我們這個仿視的這個比是1比190 這個非常的可怕的數字 但是我們要問說 這個1比190 這190 是每一個都需要這麼高密度的 這個持續的這個陪伴或是仿視嗎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發展一個比較有 這個能夠辨別 能夠除了在增補人力之外 我們除了增加更多更高密度的 社區的這個就近服務的這些機制之外 有沒有可能去 在行政上有多所作為 去發展出真正能夠去抓出 真正對社會比較有高風險性的人 提前的來納入這個治療體系 我覺得以科學上來講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不然如果一再的都丟到後端 在法院 地檢署 或者是說這些 精神 司法精神 醫院好了 司法精神醫院不是監獄啊 不應該他發生一件事情之後 我們都期待說設一個司法精神醫院 三百床好了 你是能夠關他多久 這些我都覺得 如果我們一直把問題往後端壓縮 去讓 要求司法機關機單獨負起這個責任 這個是沒有辦法處理這個社會問題的 所以我想要請部長就是說 你是不是很明確的表示一下說 在 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面 不是只是說你把精神衛生法 草案的經速送到 立法院來 除了這個草案之外 我們更關注的是說 我們到底 一年 變了多少預算 然後 去加強 去處理 這些對社會風險性比較高的 這些我們社會的這些 同樣是 我們社會一份子的這些 精神疾病的這些患者 部長你可不可以對這個部分 給你一些說明一些規劃 整體來講 跟委員報告 像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多面向的問題 那最終就是在限制人身 自由跟人權 那還有醫療 還有社會安全 極點取得一個平衡 那我們行政單位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訂定各位 從社會安全網 然後到保安處分刑法 然後到精神衛生法 怎麼樣取得一個平衡 那法規定下來之後 因為是一個平衡 沒有一個絕對 所以就必然是有人不滿意 但大家在訂出來之後 就要一起在這樣的一個平衡的狀態下 來做努力 而不是今天取得了平衡 然後明天大家又開始 來談另外一個平衡 那來談另外一端的問題 結果我們取得一定這樣 那下一段講人 講人權 那另外講安全 那是一個平衡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要 非常的 在上面我也弄過一陣子 他講哪一段都不對 所以必然是經過一個社會對話 社會公司 經過立法院 都要廣泛的討論 那把這個平衡點抓出來 定出來 那我們就照這樣去做 那大家都要緊 好再給我很短的時間 講一個小問題 這個關於進入衡生法 這個法官保留 因為我看司法院報告提到說 你們現在已經同意 要強制治療部分可以拉進 強制住人部分拉進法官保留 可是我們想說這個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事件 他的三面關係 申請人如果直接是醫療院所 他在法律要件上如何跟這個被告 他是強制有法律的這個幫助 因為雙方都要程序意見 要程序保障 他終究還是一個三面關係 到底是應該由醫療院所 單獨去承擔這件事情 還是說 檢察官的角色要進來 因為他身為一個國家公益代表人 的角色 好那讓這個 這個程序保障是一個實質的 當然行政機關這邊的 他其實不是指行政審查 而是指專業的意見 這個我也會支持說要繼續成立 繼續存在 繼續在這裡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你如果回去思考 這個程序保障上面的關係 可能這個司法院 法務部跟衛福部 在這個上面法條的設計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看到你們草害 但是我希望 不要製造更多程序上的問題 好謝謝 好謝謝委員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何欣純委員 好謝謝 部長先喝口水喝口咖啡 沒關係 部長請 好請部長 那內政部警政署也請 部長辛苦了 就如同剛剛你講的 這真的是一個人權與安全 我的題目是人權與人權之間的拔河 那我前陣子事實上也一直想要對精神衛生法 想要提一個修法版本 但是思考再思考 我也一直跟部長您所講的人權跟安全 人權與人權之間的拔河 我們到底那一個橫平到底要設在哪裡 這真的很困難 今天大家都會講問題 但是要解決沒有那麼容易解決 我為什麼要告訴各位 也要讓部長知道我今天來講個故事 我們在基層發現了一個故事 我想很多區域的立委一定都碰過的服務案件 我們不要講後端的司法 前端的行政作為 我們發現到每個行政單位都跟我們說很無奈 我現在手上 這是我最近的一個服務案件 它是一個區管委會的會議記錄 裡面有一個頭痛人物疑似精神病患 那造成住戶的不安因為他會攻擊人 他會拿那個救護的消防選去說人的大門 他會去辱罵 他會從樓上丟東西下來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辦法強制送醫 沒有辦法強制鑑定 所以造成區管委會很頭痛 我們未來要自保 住戶要自保 自己開會 來 自己用表決的方式 來 叫你不要去坐電梯 叫你出去的時候最好不要去住 然後每次發生事情 再下一張 每次發生事情 這個個案已經在社區裡面十多年了 他猶疑很多的住所 來到這個社區的時候 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會有老父親老母親會來出面 跟社區開協調會 我這個社區協調會裡面 里長也來了 派出所也來了 衛生所也來了 甚至炒 炒料也來了 社會局也來了 可是呢 很抱歉 沒有辦法解決任何問題 協調會 很抱歉 沒有法律約束 法令也沒有辦法規範 沒有辦法幫助到這一個社區 下一張 就今年我們得到的資訊 這個個案在社區裡面 已經三次報警 我要跟內政務警政署講 我聽到你回答其他委員說 我們都已經有教育訓練有SOP 可是在我這個個案裡面 每次只要通報警察 警察就是來 這就沒辦法 不然你們兩個說好就好了 不然你通知社工 不然你通知公衛護士 不是警察去通報 是要求當事人 自己去通報 所以實務的問題 我們的SOP 教育訓練有到位嗎 沒有 第二個問題 我們現場類似這樣子的社區中的個案 我們到底是由誰來評估 是社工嗎 是公外護士嗎 都不是 如果按照我們的法規規定都不是 可是實際在參與的第一線的這些 不管是設政衛政的 還有警察的第一線的這些人員 他們都很無可奈何 來再下一張 而這個住戶 很抱歉這個個案 不是只有在我大理的社區 他還曾經到別的社區 甚至在公園裡面 社區住戶只能在群組 我互相提醒 他會攻擊懷孕的孕婦 而且不是一次 然後互相提醒 然後叫大家要小心 你看到還有照片 還把照片公告出來 但是我要打馬賽克不好意思 要大家提高警覺 這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處理 好我再給各位看 老父母親剛剛有其他委員講到 我們要建立這個社會安全網絡 不只針對個案 還要針對他的家屬 我們要提供資源支柱 可是問題是老父母親 每次只要兒子發生的個案 永遠都會毀心累 永遠在掛保證承諾 我會讓他搬離開 但是承諾呢 承諾不到一兩天 甚至不到一兩個禮拜 馬上又搬回來 為什麼 民法裡面規定 我區分所有權人 我是最大的 我如果要再回來 我的居住 我的土地 我的房子 誰都不能擋我 那社區管委會可以怎麼辦 老父母親聽說七十幾歲 很可能 所有的事情 十幾年來都是老父母親在承擔 然後接下來又一個切結 這一次他又切結了 8月28號才發生的 他切結 我一定不會回來 而且我還保證 可是 部長還有我們內政部警政署的長官 真的切結有效力嗎 沒有 所以 我用這樣子的個案來告訴 部長跟我們現場所有行政官 我知道大家很無奈 我也知道說大家願意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社會安全網要補好 我們也打算編預算 我也打算增加人 但是我只是希望說 像類似這樣子 我請稍後再給我最後 最後最後 因為剛剛蔣萬安 趙薇有提到一件事 我們類似這樣子的個案 如果可以的話 他可以通報 通報了之後 他可以要求強制鑑定 或是要求強制社區治療 剛剛蔣萬安提到了 委員提到的是 他那個趨勢好像我們越來越 這個委員會的這個鑑定的案數 越來越降低 然後呢 好像社區治療的也都差不多 因為大家不敢做所謂的這個許可 那我要跟部長 跟其他我們在座的官員講 在這個委員會審查結果裡面 這歷年來 不許可訴 許可訴是你還把它強制送一治療 可是不許可訴的這些人呢 我們這些人他也是所謂的嚴重病人 如果依照我們的法規的規定 而這些嚴重病人去哪裡了 這些有沒有高風險個案的關懷 有沒有專案 有沒有追蹤 有沒有社區支持 我剛剛講的那一個個案 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個案 現在是不見的 現在是不見的 因為公衛護士 在我大理的公衛護士去訪市 他搬走了 聽說搬到南區 我們通報南區的公衛護士 甚至透過鄰里關係 我們自己私下的人際關係 告訴他在哪一個社區 南區的公衛護士去看 找不到這一個人 這個個案現在在我們的追蹤表裡面 是失蹤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黑數 那能怎麼辦 所以部長我當然知道你很辛苦 我也知道這種事情不好處理 法規制度面都不好建立 人權與人權之間的拔河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在這個第一線上 我們要給足這些行政 不管是設政、衛政、警政 要有相當的能量 要有相當健全的觀念 要讓他們知道說可以怎麼協助 黃黃不安的這些鄰里 好不好部長 我時間實在太短了 大家都感同身手 是 所以再請多多拜託 大家都辛苦了 但是我希望事情能夠一步一步的解決 好不好謝謝 謝謝 謝謝何欣春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廖婉如委員 謝謝主席 我請一下那個部長 好請陳部長 陳部長 部長辛苦了 謝謝 那我想今天那個主席排精神衛生法 這個案子真的是 當然剛好配合時事 那我們覺得蠻遺憾的 因為最近的個案發生在屏東 那過去的個案我這邊有收集 但是呢我們就不談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實際上陳如剛剛何委員所提的 在社區在地方上 很多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一些視覺失調的這些患者來講 家屬是一個問題 還有我們的整個資源上 可以支援的地方也很有限 雖然你今天的報告當中講的 部件的71處的社區經理衛生中心 什麼社區醫療處置 或者是甚至於編了什麼 批用了多少官員訪事員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些人還是不夠 那不夠的情況之間像發生 在地方上有個案發生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求助 我們還是地方自己來解決 包括訪事員也好 說真的也不足 你看全國我不曉得 我剛剛聽到的統計數字不一樣 專職的社工到108年的數字 是14989人 服務的比是1比1535 我剛剛算了關懷訪事員 109年做基準的話 人數是108個 全國1比331 現在列管的精神疾病病患者 109年是35000個人以上 那屏東呢 屏東精神疾病列管的個案 照護的有4584個人 那這些都列管 但是誰來管 已經有列了 但是誰來做訪事 誰來做關懷 社工 當然不能每天去監控的他 就是發生事情趕快通報警察 所以這樣一個社會安全網 到底如何建立 真的一定要有一個法源機制 那當然 每一個人個案都不一樣 在我們鄉下地方 最常看到的就是什麼 如果從小看到他是 大概精神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都是關起來 就一個房間關起來 完全的不接觸人 可是非常不人道 我們看了也是非常的難過 那實際上 如果他有暴力行為的情況之下時候 真的等他長大的時候 全村或社區 或者是所有部落來講 都非常害怕 但是這些都很難處理 平常講何委員所提的問題 我們也了解 不管是家屬不忍小孩子送飯 或者是強制治療 或強制住院等等的 我甚至還接到一個Case是 強制治療的時候送到醫院 結果他說藥物過量致死 他要like給醫院說 怎麼搞得在家都好好的 你給我強制治療 結果吃藥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有點兩難 但是呢 我是覺得 這些我們在立法院當中 在法的立場當中 一定要把它做一個 好就平衡 就像部長您所講 平衡的方式來做 不然的話沒有公權力 大家沒有辦法 你推我我推你 到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存在的還是存在 就像我也要平衡一旦 我們昨天去看那個 他的家屬 他的阿伯 因為小孩子還在住院 那沒有辦法去看他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家庭 家暴的家庭 這些有時候個人 各自我們也不好講 那父親 因為後來給癌症 那個走了 然後母親也是癌症 小孩子就在陰影下長大的 大家非常的單純很努力的工作 為了分擔家計 結果又碰到這個事情 哇真的是讓地方上所有那個鄰居 大家覺得非常不甘你知道嗎 他說這麼乖連他的二哥 臨有殘障手冊喔 還在打工 都因為阿翁阿翁阿翁打工啦 看起來我說欸不對嗎 阿翁阿翁打工就 是是文文白白晶晶的 但是呢 沒有辦法 他就只能做這些工作 所以這樣子對於 這件事情的發生 傷害一個家庭 傷害一個女孩子之外 可能震撼到整個社會 那我想這都是個案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事情發生 只是有些有上報沒上報 有些事情大有些事情小 所以我是覺得 精神衛生法當中 我們一天還是要把它找一個平衡點出來 至少在執行面當中 包括人力面當中 都會有足夠的人力去做 不然的話 像我們鄉下地方 你這邊說寫的49處的 什麼 什麼 學學 學學做 對 那實際上我也不曉得全國分布在哪裡 就像我們 我們 平東有三個位 哪三個地方可以講 他今天很近 他已經用一個了 他已經用一個了 平東有三個地方 很近 像我們那些 因為現在學生 那個學生少死化 有個國小就把它定成 那個沒有學生 就分校變成一個 一個精湛收容中心 那社區裡面 也很頭痛 就我們社區怎麼變 當然就想 其實我們也希望 他們能夠慢慢在輔導協助當中 或治療當中 跟社區跟人群結合在一起 這些都是非常人道的 但做法啦 但是一定要有足夠的人力來協助他們 就像 就像失覺失調者 其實他還是可以控制 只要要要務控制都好 但是呢 當父母親 當他拒絕 沒有辦法控管的時候 他就出問題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希望 每一個個案發生 都是每一個家庭的不幸 個人的不幸 那我們希望 我們在立法院當中 有修一個可以執行面的法 來保護人 我們希望說 不要讓這些個案再次的發生 我們也期待說 潘妹妹這件案子是最後一件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亮文如委員 下一位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不在 吳立華委員 吳立華委員 吳立華委員不在 林楚英委員 林楚英委員 林楚英委員不在 李桂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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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銘委員不在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 楊琼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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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維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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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劉建國委員 不在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陳部長 主席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公益宣導 會 這個部長曾經 有聽到人家跟你反映說 小學生 就是 那個粉紅色口罩 是女生在用的 那 極國隔天 部長就率領 這個指揮中心 所有這些 這些官員 馬上戴起粉紅色口罩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粉紅色口罩 也是蠻漂亮的 因為畢竟部長是男生 戴起來好看 就做這樣的推廣 那部長有看過這樣的口罩嗎 這是透明的 對 這個是因為 這個 聽障 聽障聲 然後特別設計口罩 而且經過食藥署的認證 對 這個部長該不該推一下 你要不要馬上換一下 覺得 會可以馬上看到你的 結白的牙齒 對 對 中愛社會立法派 不然是你當選定 也有農社的 還有花的 真的 你可以馬上選 我們馬上戴好不好 你剛剛選哪一個 我選最後 你剛剛部長選藍色的 這沒有 這 喔好好 就讓它跳起來 腳面跳起來 腳面跳起來 我知道 這不只是拚放聲 這其實老師在教課的時候 讀那個唇 給趙偉一個 趙偉藍色 給部長選去 你們看到 部長馬上變成老鷹了 帥呆 這樣就知道 部長的 講話那個嘴唇 就很漂亮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那個 我覺得 一般人在 讀唇的時候 會更清楚 包含後面在那間解說的人 他其實 比手語的時候 他嘴巴在唸的時候 也會更清楚 所以馬上部長是不是 也大力來推一下 這是經過我們FDA認證的 這是衣采 這是衣采 OK 這也謝謝衛務部 還有謝謝部長 還有謝謝那個石藥署 大力的這樣的協助 才可以在進行裡面 把這個量產出來 好 我對今天 他還說社會 安全夢 其實是這個夢 又破了 所以 我們差不多每天 我剛才有一次 今天 教委才會辦 專報來 補破網 那 其實我在 上個禮拜 已經有準備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 其實也有一些迫切 跟社會安全管理事 一樣有關係 也請部長 還有各相關大家 一定務必 看怎麼因應 是否可以像防疫這樣 超前部署 就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地方這個 地方法院的民事保護令申請案件 各位可以看表格 已經將近到兩萬九千多件 那叫一百零八年是增加 8.3% 然後其中核除這個保護令有 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件 合法率高達快八成 年增這個0.6個百分點 那到今年一到七月 民事的保護令申請 事件已經將近到1.5萬件 然後核花保護令將近九千件 核花率到七成八 這個在疫情報後 家暴的這個家庭暴力確實有增長 不僅是一九年的 一百零九年的保護申請 較一百零八年增加8.3% 現在婦女基金會也表示 今年全台家暴通報數 比去年同期增加約15% 那衛福部在這個報告裡面 五十三月最後一段 也特別講到 一月到六月 一一三保護專線 接線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九通電話 提供五萬多 多件的這個諮詢跟通報服務 然後如果照去年 衛福部的一一三的保護專線 這個通報次數 才兩萬六千三百多件 等於今年現在 對照去年增加快三倍 快三倍喔 通報的次數這樣 所以可想而知 這是多麼恐怖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另外二十一日的報導 一日一起相處 時間變長摩擦變多 家暴虐勞案 增加15% 這資料來演示我們這個保護師 那疫情 之下 居家辦公隔離 甚至於私業的壓力 經商的壓力 總總 我們衛福部有相關的因應嗎 我們這裡面大概相關的保護案件 那當然我們有一個安心專線 能提供大家來紓解 不過確實在疫情的期間 今年比去年多 可是去年比前年又多得更多 對 而且那個數量已經高達快三倍 你看 保護師齁 在去年九月 四月對不起 四月的時候就發信 民眾要提高交報警覺 其實簡單講 衛福部最早就已經有預言了 也有事先預告了 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有更積極的作為 也沒有看到所謂的這個超前部署 我不曉得部長這個事情知不知道 有 在去年因為各國都有這樣的情況 對 學家簡易的情況增多 與人的一個接觸變少 那在家裡的摩擦變多 也不斷地去呼籲相關的一些事情 但是確實它就增加了 那我們要持續再努力 那我要特別拜託部長 這個事情我們事先就知道嘛 那如果我們可以像 你現在在率領的這個環疫團隊 在防疫的超前部署 這個事情又事先知道 有事先的超前部署 應該會 會降低蠻多的 這樣的一個數量 我請辛苦市長 市長 市長我剛才提供的這個數據 你知道吧 我有聽說 你有聽說 市長知道什麼叫做安靜能希望 五大口訣嗎 是 有知道 這是在疫情期間來鼓勵大家來促進自己心理健康 這個真的很帥 你看 他講出來的安靜能希望 你覺得講完這些 有達到這樣的效果嗎 有降低加暴持續效果嗎 其實這個沒有辦法從效果上去講 我們只能從 這是一個宣導的短片 是啊是啊 我們做宣導裡面 盡量去鼓勵大家 我要強調 我剛才也跟部長講 跟市長講說 我們都知道 我們也有在做宣導 都有啦 不是沒有 但是成效如何嗎 效益如何嗎 那顯見的 通報測試持續一直在攀升 對不對 然後核純的加暴 那個數件 數量也在增加 所以 因為我一直覺得 新口師跟保護師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你是在之前 保護師反而是在之後 我這麼講對不對 我不清楚啦 這個你們的專業自己做判斷 部長事長 你知道現在有一個最 最當衡的影集叫做 魷魚遊戲嗎 魷魚不是我們這個魷魚喔 魷魚 魷魚 你知道 你都不知道齁 你都很沒用 這個遊戲大家 大家都經常在看 都知道了 但是我是沒看過 你知道他最主要在影射什麼嗎 在表達什麼嗎 我大概覺得是人的自私跟這個 在爭執爭議 不是他應該在表現一個韓國現在的社會現象 的一個影射 他倒是這樣 我簡單說明一下 韓國央行第幾報告顯示了 第二季韓國家庭債務可支配收入比為這個172.4% 簡單講說他們韓國的家庭債務持續在擴大中 第二個 事業人口已經達到11萬多 韓國青年事業率落在10% 那去年底20到30歲的人士的信用卡高達8萬億韓元 比2019年增長16.6% 然後 這個自殺 韓國自殺去年總共有13195人 然後 的而且 呃 在10到39歲的年輕的群組比例是 自殺的死亡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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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啦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 呃 在疫情期間韓國對這個求職者進行調查啦 還是說壓力過大的相關的調查 坦白講比例最高的還是壓力過大 感覺到疲倦無力感的高達7成 有瘤症的更高達58.2 好現在韓國就做出這樣的一個魷魚遊戲 那台灣也有可能 也有台灣的魷魚遊戲啦 也在反覆 也在反應 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社會現象 台灣的社會現象 會比韓國 好 還是 還是更差 那真的有勞 衛生部 有勞心口師 有勞保護師 做相關的應變 跟 更超前的這樣的部署了 才有辦法讓台灣的魷魚遊戲 是看到會更 更好的一面 而不是更欲阻更憂鬱的一面 我要表達是這樣的 所以我是希望 不然這一塊可能要 麻煩跟市長這邊 是不是能夠 盡快的來做一些 一些 營運 好不好 好 一種類 你說營運 對啊 不是營運遊戲 就是營運 像這種家暴次數的頻繁 我們越老的次數一直節節升高 我們什麼樣更積極的作為 可以把這樣的數據降下來 好 沒有 一星期來這樣 好嗎 兩星期 兩星期也沒關係 好 越快越好 最好是 新口師 是不是要在部隊的營運 快打開 當天打開 當天打開 因為當天打開 新口師 也比較有營運 可以做改動要做的工作 所以 本業是牙醫 對不對 牙齒病 節節上升 都維持在八九成一 沒有降低過 也讓牙醫的專業 可以得到 衛生部這樣的一個支持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劉建國委員 謝謝 蔡毅宇委員 蔡毅宇委員 蔡毅宇委員不在 本日會議群達全部結束 委員林維州 楊琼衣林軍縣陳柏惟 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那我們先做以下決定 報告及訊答完畢 那委員質詢為其答覆 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答覆 委員令要求期限者 從其鎖定 好 那現在做以下決議 委員賴會員等18人 擬據精神衛生法 部分條文修正常案等三案 那因為 我們還是很期待 這個衛部儘快的將草案 送到行政院 然後儘快的 討論之後 送到立法院 那當然 我不會一直等 行政院的版本 在這個會期 如果遲遲等不到 我要 我還會再排審 好 我還是一樣 要把這個法案送出委員會 但是如果行政院 你們遲遲提不出 我想社會輿論也很難接受 給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好 那這當中我們希望在 不管人力上面 相關的經費 司法 精神病房 相關的設置 都能夠盡速到位 所以我們 令擇齊繼續審查 本人會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